那很多的臭宝呢 也找老花姨买了这个九尾糊 问我怎么养护啊 其实你都要明白 这个东西它跟仙人掌仙人棍 它就是一个东西啊 仙人掌你还不知道吗 在大沙哈拉大沙漠都 马马虎虎能生存一下 你在你家就活不好了吗 首先你要明白它是极度耐旱的 如果说你的盆土排水透气性很好 稍微浇点水 只要是能保证有新鲜的氧气进去呢 略微多一点点的水 没事 它就怕你积水凹根 一烂它就全完了 就是害怕水大积水污根 它不怕冷 你像零下三度以上都没有问题 尽量的给足光照 有条件的臭宝可以多给一给 夏季高温的时候一定要避一下 因为它都怕热 你可以理解 你看它胖嘟嘟的是吧 你体重比较大的花柔 也可能是啊 比方到夏天会比较难熬 冬天可能比较舒服 那它也一个道理 在春秋天落冷的时候 它会长得比较快一点 夏季高温的时候长得就慢 如果说你在水大 再拼命用肥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嘎 所以说夏季高温你就近 能做的就尽可能不管它 快干死了给点水 能做到这个就行了 如果是花柔梅买了好几个 回去塞到一个盆里面像我这种 卡的时间来也行 一个月浇一次水就够了 就完全足够了明白吗 一定要排水透气 肥料的话选通用型的就OK了 抓点缓氏肥弄上去 就通用型的肥料就行 没必要过多的去给它整这个那个的 到了春秋天它才爱开花 而且要长到一定的长度 或者它有一定的积蓄了 有一定的能量的才开花 很多话说老花一我的怎么买回去不开花 你要到了明年春天养的好的话 明年春秋天就能开了 好吧 要不错就点关注啊 怕热怕水 点关注点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肉饼